在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个 Honda City 的简短外观介绍 还有简短试驾感受 而今天我们跟着 Honda Malaysia 来到了风光明媚的并城 在这边呢 我会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跟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关于这个 Honda Civic FE 它到底好不好 如果你最近是订了车 或者是你考虑买这开车的话 那么这期影片 你千万不要错过 在这个外观设计方面 我必须讲多一次 其实在这个外观设计方面呢 新车 全车系都搭载了 LED 头灯组 上一代的车型只有涡轮增加版本才有 LED 头灯组 而且只有顶级的 TCP 才有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但是在新一代的 Civic FE 上面呢 因为全车系都拥有 Honda 身性 所以就算你买到最入门的 E 版本呢 它还是有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而且头灯组是全 LED 的 这个系统会侦测到路况暗的时候 它会自动开启高灯 给你更好的视野 而在侦测到对象有来车的时候 它也会关掉这个高灯 以避免对方造成困扰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贴心的功能 也是我很喜欢的功能 另外 因为我们这一次试驾的是 RS 的版本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 RS 的名牌 凸显它是 RS 车型 这个水箱护罩设计 一开始看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跟之前这个 FE 比的话 它少了这个 Honda 家族的 这个 Honda Solid Wind 水箱护罩 可是我现在看来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至于在车尾的设计 因为 RS 的版本关系 同样的也有 RS 的名牌 还有一个钢琴黑的小鸭尾 其实除了这个钢琴黑的小鸭尾之外 它的塞区偏向跟左右的后视镜都是黑色的 层次感很强烈 还有我要讲的是这个 微灯组 虽然很多人觉得上一代的微灯组比较好看 可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张狂 比较符合我的个性 然后它亮起的时候辨识度同样也是很高 另外下面有这个双出的排气管设计 这个排气管真的是货真驾驶的 运动的感受很强烈 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微箱了 这个微箱你要用手动开启可以 你要用这个开启也可以 你只需要按着这个button 就可以开启这个微箱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微箱空间有多大 这里是我们三个人的行李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放了三个人的行李之后 它还是有非常充足的空间 我相信我们只需要稍微排列整齐一点 它可以塞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辆家庭车很重要的细节 然后它还支援六四分离的椅背倾倒 如果你去买了这个体积比较大的东西 例如说 厨啊什么 你放进去的话 它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点就是这辆车还有两个特别的功能 一个就是Walk Away Lock 也就是说只要你带着钥匙你离开车辆一定的距离 车子就会自动上手 还有一个就是Remove Engine Start 这个功能在下这种天气真的是很适用 因为上车之前你先启动引擎 让这个冷气给它先预冷一下测试 你上车的时候就不会被热死 我觉得这个是对马来西亚热情天气非常好的配备 这个HONTA CIVI 的内装设计方面呢 跟以往的HONTA很不一样 首先我相信原厂是收到了消费者一些回馈 就是说上一代的组装跟质感可能不是那么好 所以这一代的质感跟组装都进步很多 你可以看啊这个中控台我去推它 它基本上就是很扎实的 然后这边是软子塑胶 这边也是软子塑胶 然后将它这个横隔网的冷气出风口设计 让它看起来非常的class 而且这个冷气出风口设计是致敬HONTA一些经典的测款 然后还有这个大尺寸的独立触屏主机 支援这个 Wireless 的 Apple CarPlay 当然你要用这个线去连接它也是可以的 然后它整个系统使用起来非常的流畅 重点是在大太阳底下它也不会因为有强光照射的关系 然后还有反射啊等等 我觉得这个触屏主机的设计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冷气控制的摇杆 值得一提的是中间的这个冷气出风口是不可以关闭的 可是左右两侧可以 我相信原厂是考量到后座的乘客呢需要冷气 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个设置层不可以关闭 虽然说后面有冷气出风口了 在这里我要重点表扬这个冷气的设计格 看起来虽然跟 Honda City 很像 但是它的这个细节部分啊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大家注意到吗 这个圆圈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小个的 Screen 它可以显示一些细节啊 资料等等 就例如讲 这个调整风量的 大家仔细看 如果我转动的话中间的这个 Screen 它会跟这边的 是不是很精致 而且这个转动的感觉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这个转动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致 所以 Honda 可能是接受到了上一代车型人家投诉 可能组装品质啊或者是用料比较差的反馈 所以他们这一代在这个用料啊 组装等等的品质真的是进步很多 然后还有一点是在上一代 Series F1 呢 如果你要调整冷气的话 你是要这边按一个按键 然后通过这个触屏来控制 可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在开车 是很难的要去控制 所以这一代他们直接把它变成这个实体按键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切换成了这个 我驾驶知识过后 整个使用者界面是非常的旧手的 控制冷气 调整风量 然后音响 这边有音响的快捷键 而且这些质感都很出色 然后这个皮子的弱感也很好 就整个很有欧洲车的感觉 还有一点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 RX 版本 在前面的两个门上面 都有一个小小的氛围灯 这个是 RX 版本的专享 其他的版本是没有的 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下这个仪表 其实这个仪表在车子发布的时候 蛮多人投诉啦 因为在海外其实这个是一个全数位化仪表 但是马来西亚全车系都是半数位化仪表 其实对此我可以接受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原料涨价 然后我国的货币其实也是有贬值 所以造成原厂的成本真的是一直上涨 他们在想方设法降低一些成本 然后维持价格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这一代的车型是没有1.8L 的自然进去版本 所以你拿上一代的提系跟这一代的1.5E 相比的话 价钱其实差不多 但是配备更好 这个就是原厂尽量做出的成绩 真的大家去对比一下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这辆车其实并不贵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RX 的版本 配备了9个扬声器 这9个扬声器的影响效果 我个人是还觉得蛮不错的 大家有机会去展示厅的话 可以去试试看 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跟以往的 Honda 车款一样出色 如果我稍微坐直一点的话 这个脚步空间已经有差不多 是两个拳头两个指头 而且前面还是我的标准坐姿 所以你可以坐得很写意 但是有一个老问题就是 这个大腿的悬空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长途驾驶的话 大腿会比较没有支撑 然后这个座椅跟前座一样 是这个绒布 还有这个皮革的混搭 防滑性很好 这个头枕也是一个可调整式的设计 我非常敬佩 Honda 在设计空间表现这一块 因为其实上一代的 Civic 轴距是 2700 左右 它已经有很不错的空间表现了 在这一代 它们还把轴距拉长多一个 35mm 左右 所以造就了这个非常出色的空间表现 我相信大家买 C-Segment 真的是很注重这个空间表现 然后它的后座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 还有两个 USB 全车总共有四个 而且它的 USB 是普通的 USB 所以非常的方便 如果说你后面只是坐两个人的话 你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只是这个自卑价有一点点钱啊 所以放太大杯子水的话很容易会倒掉 OK 接下来我们进入试驾环节 在之前我们在 Serban 赛道试驾这辆车的时候 我就有讲我的感想 就是我现在我喜欢这辆车多过 Mazda 3 然后有不少的读者问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我现在从 K2 驾来冰城 再从冰城叫我去 K2 这段路上啊 我可以讲我讲的话是真的 因为这一段旅程中我真的太喜欢这辆车了 我现在讲它的 Power Train 啊 就是它的引擎 虽然讲这个引擎同样的是 1.5 公升的 这个 VTEC Turbo 引擎 然后马力也提高了一点点 从 175 HP 变成了 180 HP 然后从 220 Nm 提升到 240 Nm 可是你看这样的引擎数据好像提升不大 可是实际上开起来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首先我们有像这个原厂的工程师询问 它有表示这个引擎是有经过一些优化 其中呢它的这个 Turbo 换成了另外一个款式的 Turbo 然后是这个低光量的轻量化叶片涡轮 也就是讲废气在推动涡轮的叶片转动的时候 它不需要太大的这个大量的废气去推动它 它就很轻松的可以推动了 所以减少了引擎的 Turbo Lake 情况 以前我开 Civic FC 的时候 虽然讲那个动力表现是很猛 可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感受到 Turbo Lake 的存在 而在这几天我开这款车就是从 KL 市中心 HIGHWAY 宜保市中心再到槟城市中心 我基本上感觉不太到这辆车的 Turbo Lake 它的引擎反应很迅速 这一点是我觉得这一次 FE 进步最大的地方 然后昨天其实我们有大概是小小加速一下 它的这个 CVT 的调校也跟之前的 CVT 不大一样 因为 CVT 我们都知道 它有一种我们叫做 Rubber 感的感觉 就是你身踩油门的时候 它好像会拉一下子 扭力才会释放 但是这一次 FE 上面 这个 CVT 调校的非常非常的迅速 我个人觉得它这个 变速箱的 Respond 反应 已经跟 AT 差不多了 OK 下我试一下 加速 你可以看到扭力是瞬间爆发的 它很快它不像以前的 CVT 所以你要拉一下它才会出来 然后它的这个模拟换挡也非常非常的真实 这样子的设定让你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不会因为有 Turbo Lake 的关系 所以感受到这个车子好像很不流畅 然后其实点起来这个蛮轻盈的 这个感觉在市区驾驶真的很好 我很喜欢这一点 然后接下来就讲一下它的这个底盘表现 上一代的 Civic FC 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自己是车主 他们给予这辆车的评价就是 这个车的这个 底盘可能有点摇摇晃晃 悬吊太软 可能太过顾及舒适性 所以开起来的感觉 不像以前的 CVT 那么热血 可是这一代 我觉得 Honda 真的有听取消费者的建议 它们这一代的悬吊设定 变得非常的有韧性 它还是有一点柔软度在 但是并不会像上一代的车型那么软 导致这个车辆跑快的时候很摇晃 这样车在跑快的时候稳定性很好 然后就算是在你一些弯道 你真的是比较激进的去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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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不舒服 包括后面都是一样 我昨天真的是在后面睡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然后还有人问我你不会不舒服咩 那个后面悬吊不会弹吗 其实真的是不会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次 这个车辆悬吊跟这个底盘刚性的提升 让我开起来我觉得它不像是一辆日系车 反而更接近欧洲车 这一个要给HONTA一个赞 我相信各位是车主或者准车主 只要你开过这款车你应该都会赞同我说讲的 然后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使用者界面 上一代的CVIT它的这个冷气控制面板 其实是整合在这个touch screen里面 所以如果你在驾驾的时候你要去调这个冷气 你就必须打开这个按一个button 点开那个界面才可以用手去调 这样子的话是很帅很眼没有错 可是对于这个使用者的便利上面就打了一些折扣 所以FE上面他们重新的把这个实体按键拉出来 就像现在我很热我要调整风量 我的手只要向前伸我就可以找到按键转 就有风量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驱动 所以其实我本身也不是很喜欢现在的新车 把这个实体按键取消 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使用起来真的不是很方便 然后接下来要讲一下它的安全配备 这一次它全车系配备了HONTA先行 可是这个HONTA先行是最新的版本 它升级在哪里?它主要升级点在两个 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件 软件就是让它的计算更迅速更精准 硬件就是位于这里的前方的有个镜头 它们把这个镜头的可辨识角度提高了 所以它是一个广角镜头 以前的HONTA先行只可以侦测到你现在的车道 如果你只有两条链它就只可以侦测两条链 但是更新之后的HONTA先行它可以侦测到对象的车道 也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些情况下做出更为及时的反应 讲真的这样一路开下来 我真的没有关掉这个HONTA先行的功能 我觉得它的这个侦测真的是蛮清楚的 我这样讲有时候就算是这个道路上面的路线不是很清楚 然后我在没有打方向盘的时候 我转向它侦测到我已经吃鲜了 它会帮我拉回来 然后有时候真的是离前面的车有点近的时候 它也会提示我brake 这个HONTA先行的提升真的很有感 如果整体驾下来我真的觉得不管是在powertrain 舒适度还有这个handling的反馈上面 它真的是目前的C segment之王 我真的没有夸大 因为我还没有驾过这一个新的普通Vanguard 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驻书这辆车 如果是以目前market上所有的C segment 包括韩系包括这个日系来讲 这辆车的均衡表现真的是最强之一 你试过你真的就会知道我讲什么 尤其是它的这个操控表现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所以像我一直跟我身边的人讲 我很喜欢这辆车的操控表现 虽然讲FC的表现已经很好了 但是这辆车比起FC的提升最少有个20%左右 这个真的是让我有surprise 从我在Servant开了这辆车到现在我在路上开这辆车 我的感想都是一样 它真的是让我找回的以前Servant FD的感觉 FC的话其实有但是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这个F1我真的觉得它很接近FD的表现 当然销售成绩也可以讲一切 这辆车在3月份呢据说卖出了1900多辆 这个数据我相信是其他的C segment追都追不上的 所以Servant还是Servant 不过这辆车也不是讲完全没有缺点 那我现在讲点它的缺点 我觉得它的缺点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隔风这个风噪声的移植不是很出色 风噪声在120之后就会出现 而且还蛮明显的 如果是讲你没有开音乐的话 像现在因为我在录音我没有开音乐 所以听到风噪声其实还是蛮明显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轮胎的胎噪声 因为这辆车是RS版本 它搭载的是这个225的18寸米其林PS4 因为这个是比较偏性的轮胎 所以胎噪声会比较明显 像现在大概是时速110左右 你就会感觉到它的这一个轮胎的 胎噪声非常非常的明显 我相信如果你是买到E版本 或者是V版本 配一个没有那么运动的轮胎的话 这个胎噪声是不会那么明显 可是整体而言我觉得防火墙的隔音部分很好 然后它的这个刹车也很好 这个刹车同样的也非常接近OC车 我试过那么多台车大概有200多辆左右 我觉得那么多品牌里面 BREAK 的反应我最喜欢的是FORCE VW 而这个 SEAWIT FE 的刹车自动性能 已经接近了FORCE VW 这个也是要给HONTA 赞的地方 然后因为今天是一个比较 时间比较短的试驾活动 所以我们可以体验到的东西就那么多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把拆车接出来 做一个更详细的试驾分享 然后可能因为环境的因素 这个场景不是那么美咯 会有点扎音 请大家多多见谅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试驾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